富人到超商買打折巧克力 結果雙方爆發衝突 第二件是什麼啦 是什麼 你告訴我第二件是什麼 你告訴你啊 當場扯掉店員的名牌還嗆瞎 他身穿愛馬仕 還是名董事長 第二件是什麼 告你是不是 沒關係 你告我 我做愛打官司 我花了一兩百萬打官司 我全身愛馬仕 我哪有什麼差 事罰就在新北市泰山超商 原來吳姓貴付到超商 買了第二件的六折巧克力 但架上只剩一個 問店員但對方忙著結帳 卻惹怒了吳姓貴付 起的質問店員 店員則提告恐嚇 吳姓貴付第一時間 PO網遭網友出征肉搜 發現她時常在臉書上 高調曬精品打高爾夫球 而貴婦發現 呆劑大雕啊 金雞三文致歉 他媽媽得知消息替女兒滅火 準備說跟那個 就是跟那個老闆道歉一下 有時候自己做什麼事情 人家搞不清楚 事後她也是覺得說 很不能原諒自己 吳姓貴婦的母親 在訪問時一度事累 表示將會去向店員致歉 也不可能告上對方 這回貴婦喝多酒後失態 媽媽幫忙收拾殘局 下回喝酒前 恐怕得再三思 記者 尼尤城 吳新倫 新北區報導